HELLO 大家好 我是MINGDE 今天來試玩一款從1996年上架至今 堪稱韓國網遊長青數之一的IP改編 風之王國 開發商是韓國的SuperCAD 發行商為韓國的NEXON 旗下跟台灣代理盒做過的遊戲也很多 像是跑跑卡丁車、跑跑王、風之谷、DMF、CS Online、R7等 真的是包辦了很多玩家的童年到成年 不論PC跟手遊都佔有一席之地 該公司在2012年時也曾傳出差點將橘子吃掉 但反正我對橘子是沒什麼好感 畢竟也是個繼續吃勞粉啃韭菜的公司 換誰都一樣 橘子在目前上半年的營收為58.3億元 八成的佔比是來自遊戲 目前佔比較高的就是風之谷跟天堂 而彈射世界反而稍嫌普通 今年8月初遊戲橘子也宣布 將赤之近8以續約天堂M兩年 不過這應該不包含額外的抽成分論 仔細算下來分兩年攤體的話 也不過約3300萬一個月 但遊戲越營收光雙平台都至少破1億 真的是賺到流湯 文章還寫到該公司生根遊戲市場 到底是生哥韭菜還是真的有推動遊戲產業進步 明眼人都知道 我就笑而不語了 風之王國宴在2020年7月15號於韓服公測 上個月的雙平台營收約在5000萬台幣左右 以上架兩年的遊戲來說 表現還算不錯了 遊戲是基於早期風之王國IP的改編 所以除了MAORPG的玩法 也承襲了像素風格的畫風 對於早期接觸過類似或者同仁自製RPG的玩家 直接是情懷直拉滿 另外不追求畫面提升的好處 是讓運作起來更順暢不發躺 初期玩家可以選擇戰士、盜賊、咒術師和盜士 有簡單的造型可以切換 但畢竟只是這項樹類遊戲 很難有太多選擇變化 玩家可以通過擺放手機 調整成橫板或者直板的模式 切換速度很快不卡頓 比我之前試玩的另一款好非常多 而整體玩法上就比較枯燥了 都說是個老遊戲了嘛 維持著打怪、練集、撐裝備的王道玩法 看到這種下方有常常升級條的遊戲 連心你準備掛到退坑的話 建議是不要來 即便有提供自動巡路跟打怪的減負功能 但依舊會讓玩家的作業感很重 戰鬥表現一般般 本來以為會重置比較好的打擊反饋 但似乎這方面並沒有提升 技能種類蠻多的 但依照韓國遊戲的尿性 後期升級起來應該會很麻煩 另外有個幻獸系統 可以用來輔助、騎乘、變身等 也會提供角色對應的強化素質 不意外的話應該也會是個課金項目 還有每次我看到這種無窮無盡的圖鑑收集 真的PTSD都上來了 如果沒玩過好幾年都無法畢業 另外150等可以解鎖交易所的功能 依照傳統MAO的玩法來說 平民應該是能靠斑鑽來長期經營的 遊戲主要的課金點應該就是這個 紅鑽石可以購買各種商品 但坦白本次沒有列出 所以我就直接用韓版做比較 2000鑽約1300台幣 換算起來約1.6比1 而具體能買什麼就看台版上架狀況了 其他就是常規套路跟各種禮包 用來加速克勞的遊戲體驗 如果你是手頭閒錢多 喜歡玩法簡單的可以考慮 反正都是要砸錢玩 與其給換皮圓鑫不如給他賺 結論 勢入無窮 勞身有限 慾望無窮 口袋有限 說好玩嗎 其實還好 尤其對這種只能無限掛網鏈等的玩法 我個人是比較感冒點 唯一好處就是原廠直營 至少可以玩比較長的時間不怕停運 也不是噁心的換皮遊戲 但該被割菜的部分肯定是逃不了 上架成手遊版 反倒成為更容易課金的載體 畢竟 人人都有手機不是嗎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明德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